8岁女孩为了火装萝莉一 有一个8岁的女孩叫李红 今天她妈妈给她买了个iPad作为考试满分奖励 她刚好前几天听到她同学在说一个App叫抖音 她下载了抖音 她刷到了好几个视频 都是一些萝莉在拍GK 然后她就发了个视频如下 拍完这个影片之后 她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她起来打开抖音发现 未完待续 8岁女孩为了火装萝莉二 上级回顾女孩第二天早上 起来看iPad发现 影片火了 订阅数瞬间涨到EW 她就好奇搜索了一下 她自己的名字发现好多人都在推评她 她高兴极了 第一个发了一个影片 影片如下 过了不到三分钟 影片观看年数就已经达到9000家了 有些大佬就很不服气 说有本事就露脸越越学妹 你还回了好 然后你还发了个影片 如下 大佬看到这个之后 就留言说 未完待续 8岁女孩为了火装萝莉三 我要先说一下 粉丝爸爸们也太给力了吧 这么快就突破10个赞了 上级回顾 有一个大佬就留言说 别骗人了 你这是网图 我有证据 我等一下就发 你还看到说 有本事就发呀 过了几分钟之后 大佬发了个链接给女孩 女孩点了进去看 那人如下 月月学妹 你那个露脸是假的 证据 大家看吧 那个根本就是网图 月月学妹也根本就不是罗莉 她在欺骗大家 而且我的老粉一定知道 那个是我以前的头像 如果月月学妹是罗莉 她用不着欺骗大家 种种证据都表明 月月学妹完全不是罗莉 好了大家拜拜 你还看到这个非常生气 但是她看了看 这个大佬的粉丝 RW 名字是 新月是憨憨 然后女孩去看了一下留言 所有人都说 为完待续 十一赞更 大家拜拜 八岁女孩为了火装罗莉丝 上期回顾 女孩看了看评论区 里面都是骂女孩骗子的 你还心想 不行 然后女孩就拍了个片 请大家欣赏 是我自己把自己写去 不如我 不如我这许 女孩这次这么自信的原因 是因为她那个网图非常的难找 女孩刚发出去三分钟 观看数已经EW加 女孩就顺便看了评论区 大家都已经原谅了女孩 有个叫做川学长 等发了个链接 女孩点了进去看 内容如下 你还看到了心想 为完待续 八岁女孩为了火装罗莉丝 上期回顾 女孩看到了心想 她长得好帅呀 那就同意好了 然后女孩就发了影片 大家欣赏 哈哈哈哈 作者 现在才发现 原来一直都用错字体了 回到主题 因为女孩做影片时间很满 女孩妈妈就叫她去睡觉 第二天女孩回到学校 老师问了大家所有人的等英明 好追踪大家的动态 女孩也没想太多直接回了 越一学内 没想到的是老师和同学们都愣住了 老师说 李红 你确定 你还说确定 过了不久下课了 女孩打开抖音发现 未完待续 十二赞更 八岁女孩为了火装罗莉丽六 上级回复 女孩打开抖音发现 信息999 99家 通通都是抖音的 女孩打开发现都是留言 所有人都在骂女孩 女孩看到她CP发了个视频 如下 越玉学妹想不到吧 我是新月 今天要断的关系就是你 好了 大家再见 女孩看到后非常生气 然后女孩想做一招 未完待续 八岁女孩为了火装罗莉七 女孩想了一招 她开了个小号 也把名字改成 越玉学妹 第二天上学 广播直接出来了 李红今天被开除了 原因见了抖音上30W的人 女孩很震惊 因为她前几天看的时候 才UW 校长又接着说了 如果她愿意做视频道歉的话 我可以不开除她 女孩立刻跑到校长室说好 我会做视频道歉的 然后一个人 你还做了这个视频 停一下 草扇完结发花 大家 luminous 好